懷疑說呢 根本就是在醫院裡面 醫護人員然後看護工 然後醫生互相交互傳染 然後最後就變成說 哇 怎麼都去醫院裡面 那個腐臭味越來越大 他們發現 病房裡有腐臭味 他們覺得整個醫院都已經是 這個充滿了感染的一個狀態 這講會不會太誇張 他說他的肺都發炎了 肺也潰瘍了 然後呢 從身上發出那種腐臭的味道 然後呢 他說很多的醫護人員 可能自己之間都已經交互感染了 剛剛講呢 這個世界可怕的實在 它有天災 它有人禍 中國現在擔心 它是不是有一個新的疫情 因為現在有一個新的新聞說 中國的火葬場又開始爆滿了 而且現在剛剛講的 所有的醫院都是人山人海 對 現在來講的話 COVID-19又有一個新的變異株出來 然後現在來講的話 在上海這個地方啊 上海的中餐醫院 算是那邊很好的一個醫院 畫面看過去 裡面非常的可怕 裡面可以說是 擠滿了人山人海 而且去那邊看病的 很多的家屬就說 我們去看醫生 然後呢 排定了手術 結果人就走了 還沒有手術人就走了 因為都是這個白費 當地講的白費 那他們就想說 會不會是 又是COVID-19又來了 白費就是你是非常嚴重的肺炎 你的肺炎有非常嚴重的肺靜潤 才可能這個樣子 對 所以他們講說 我們當初進去的時候 是個小病 是要排隊做醫生 做這個 請醫生幫我們排隊做手術 怎麼突然人就走掉了 而且他們懷疑說呢 根本就是在醫院裡面 醫護人員然後看護工 然後醫生互相交互傳染 然後最後就變成說 哇 怎麼都去醫院裡面 那個腐臭味越來越大 他們發現 病房裡有腐臭味 對 他們覺得整個醫院 都已經是 這個充滿了感染的一個狀態 這講會不會太誇張 他說他的肺都發炎了 肺也潰瘍了 然後呢 從身上發出那種腐臭的味道 對 然後呢 他說很多的醫護人員 可能自己之間都已經 交互感染了 好 在醫院你發生這個事情之後呢 那你是不是真的人要走掉了 就要去火葬場 裡面有一個員工講說 奇怪 我有一個朋友去世 我去江南的火葬場 為他送行 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這個醫院是離這個 石橋部火葬場比較近 怎麼要去一個比較遠的 江南火葬場呢 因為火葬場已經滿了 已經滿了 沒有辦法大 也沒有辦法消化 這個大批的這個屍體 他們過這個天然來講的話 中國的火葬場又開始爆滿 所以現在來講 疫情非常的嚴重 那現在他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來 再來打疫苗 重新接種疫苗 對 重新接種疫苗 他們認為說這個變異株 已經跟之前的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SBB的變異株 已經成為我國本土疫情的流行株了 所以要最大層數 保護人民生命財產 健康安全 來 每個地方都要開始 重新的打疫苗 包括西安 武漢 大同 烟海 廣州 咸陽 蘇州 南商 這些哈爾濱 馬上大家都要去打疫苗 而且要重新戴口罩 對 要重新戴口罩 所以很多的大陸的民眾 想說完蛋了 是不是又要開始掃碼 是不是又要開始來做這些事情了 而且很多的小朋友說 現在都已經沒辦法上課了 因為整個村子 在河南這個地方 整個村子都已經是很多人 這個感染疾病的關係 你說在河南這個地方 很多村子的小孩都生病了 對 都生病了 所以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沒有辦法了 一個星期的小孩 一直在打針 打疫苗 感覺上好像也沒有辦法 來擋住這個疫情了 而且現在在打疫苗的時候 大家想想的一件事情 周海妹前一陣子不幸的往生 不幸的往生 他有非常嚴重的紅斑性狼倉 可是不對 他之前 大家懷疑說 你在這個紅斑性狼倉 跟你這個所謂的打疫苗之間 有關聯嗎 對 現在大家講的話 最美的周子洛 前陣子過世 過世大家都很難過 很不捨 可是大家就想到一件事情說 其實他之前 有這個紅斑性狼般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所以很多跟他同戲的男演員 都說跟他演戲 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還有這些系統性的問題 所以你要去跟他做一些對戲 不要太用力捏他 很容易瘀青的 那過去以來的話 因為他們家的家境不錯 一直都照顧得很好 怎麼突然之間人就走了 然後網友就出來 來 開始來搜尋 會不會是跟他生前去打了疫苗 有關係 因為紅斑性狼狼幫是一個 這個系統性的 免疫系統的一個問題 結果他在2021年的時候 他還曾經公開的講 他是打北京生物的新冠疫苗 而且總共打了四針 對 所以他從2021年的 4月28號 有第一針是國產的 北京生物新冠疫苗 然後第二針 第三針 第四針的時候 接種的是北京萬泰的這個 皮噴的新冠疫苗 所以他打了四針的疫苗 那個時候還有網友 在他的這個這個微信上面 微博上面來講說 這個疫苗好像不能夠打吧 然後呢 那時候還沒就說 謝謝你 但是我沒有生病 沒有問題 可是他回頭去看 其實有很多的一些研究跟計畫 說這個疫苗都可以可能把這個病給勾起來 所以你這身體已經不好的情況之下 你又打了這個疫苗 然後打了這個四劑的狀況之後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子 才把這個紅腸性狼腸 把他的病給勾起來 因為有一個我要講 現在看到有個研究團隊 做一個報告 調查世界696位 接種的這個 包括輝瑞 莫德納 科興 AZ 嬌生 紅斑性狼腸的患者 有696位 21位在接種後三天 就出現紅斑性狼腸的症狀 其中四個要馬上住院 對 所以這個比例 你看699位 96位裡面有21個 這比例算高的 而且馬上就把這個症狀給拉起來 所以大家就在想 最美的周子洛 為什麼會突然走了這麼的一個突然 會不會就是因為打了疫苗 然後這疫苗把裡面的病給拉出來之後 結果不幸離世 中國今天出現一個怪事情 中國說他有一條街叫牛街 牛街發生大火 我想牛街有什麼療癖 他說牛街是很多伊斯蘭人就住的地方 這個地方離中南海非常的近 他說這個地方 這個火非常詭異 對 沒錯 在10號的這個凌晨一點的時候 牛街這個地方發生這個大火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那主要原因 這邊有加油站 就加油站那旁邊的 可能疑似是什麼 瓦斯管線的這個出了問題之後 燒了起來 燒起來要整個夜晚 北京城裡面大家都聽到這個聲音 這是北京城 對 往前上 為什麼這個地方是在牛街 牛街為什麼引人出名 我們先來看北京的地圖 中南海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牛街就在這邊 很近 其實距離中南海只有三四個接過 也就是說 搞不好那一天在救火的時候 救護車的聲音 或是說打火車的聲音 打火的這個所謂消防車的聲音 中南海裡面搞不好聽得到 所以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離中海這麼近的地方發生這種大火 而且好像還很久之後才控制住 結果沒想到這件事情 大陸的網民沒有人能討論 全部都噤聲 不能夠討論這件事 北京的這個牛街發生大火 沒辦法討論 為什麼沒辦法討論呢 因為最近北京瀰漫了一股所謂 速殺的氣氛 速殺 為什麼也能注意 我們知道這幾天的時候不是 國外媒體來報導嗎 這個秦剛疑似在七月多就死亡嗎 那為什麼 秦剛死亡 然後火箭軍的這個也是死亡 然後王紹軍死亡 李克強死亡 這麼多人 而且你知道 最近人家整理出來 光是最近一段時間被消失 或是已經不見了 一大堆人 所以不是只有李克強 對 不是只有秦剛 對 不是只有吳國花 對 你被失蹤到 抓起來不算 失蹤的死亡的居然有25個 我問你 前國防部部長李尚浩現在人在哪裡 不知道嘛 還有這個 還有之前的這個所謂國防部長 魏共同在哪裡不知道嘛 李玉超在哪裡不知道 徐中潑在哪裡不知道 一大堆人 這都是你知道 要嘛都是少將 要嘛上將 一大堆參謀長 一大堆 全部這些人都不見了 所以為什麼這時候 北京大火的時候引起大注意 說北京城最近不是 大家都人心惶惶 而且你知道最近 北京不是又這個爆發疫情嗎 爆發疫情之後 最近一段時間 從11月下旬到12月初的時候 有很多復國籍在內流 20多名的中國高官病亡 其中14個是共產黨的黨員 很多人 然後地方上面 他們都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 對 怎麼可能一個接著一個病魔 對 然後地方上面也很多人過世 尤其是這個叫三國衛 他們是 他曾經擔任過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 那所以你知道 因為這麼多人 就是最近一段時間被傳出死亡 或是很多人就真的死亡了 或消失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爆發這個所謂大火 大家都非常緊張 到底是什麼樣 就有人懷疑說 會不會是出什麼擦槍走火 當然目前為止中國是 就說這是瓦斯的管線爆炸 但問題是當地人 有人說根本沒有聞到什麼瓦斯 沒聞到瓦斯 沒有聞到味道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有人知道 好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最近又有一件事 又大家都開始緊張 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年 中國都要召開所謂的 一中全會 二中全會這樣子 一年召開一次 可是目前為止來說 沒有任何的命令下來 也就是說到底會不會開三中全會 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為什麼會很引人注意呢 會不會是說目前為止 中國共產黨內部正在一個 新公協議 大家互相鬥爭 因為三中全會所有的中 所有中央委員都要來開會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不知道 那當然因為這也是外界的傳說 搞不好過幾天之後 就宣布了三中全會開會的時間 但是因為主要是因為 今年的詭譎氣氛 因為太多人就突然消失 不見這麼多高官 然後再加上說 這個目前為止的疫情 又這麼嚴重在北京這個當地 然後又爆發了 不知道為什麼的這個爆炸案 當然大家都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好 說 這件事情真的太詭異了 這件事情 全世界都覺得 怎麼可能廣州中山大學 附屬醫院的研究室 集體離開 光姐 中國人研究室又出事了 這次出事的是什麼 廣州大學的這個附屬醫院的研究室 而且目前為止來說 已知有大概約莫幾名的學生 因為研究室的可能不明液體 或是什麼外洩 結果居然得了癌症 可是液體 他又不是得癌症又不是感染 你怎麼可能液體外洩會得到癌症 而且可能長期接觸到某些液體之後 他們都沒有做一些相關的管控 那當然了 目前為止來說 學校已經承認這些人真的離癌了 那離癌了之後 結果沒想到學校怎麼做 趕快把這個研究室就拆掉了 拆掉了 對 所以現在沒有這個研究室 你無法證明說 他們到底是怎麼 因為這個研究室而離癌的 不是 當你一個研究室 發生這麼怪的事情 有這麼多的高級優惠人集體離癌 你不是應該好好地去調查 好好去研究 讓這個事情不要再發生 你怎麼可能說 你當發生這件事以後 你就把研究室給拆了 而且這件事情 目前為止在中國已經炸鍋了 那炸鍋的同時你知道 很多學校就說 我們看了這個媒體的報導 我們也是這樣做啊 所以當然很多學生都說 我們根本就沒有執行所謂的SOP 而且是中國大陸各大醫學中心的 這個研究員都出來說 我們根本也沒有做相關的 這個防護措施 所以讓人家講到什麼 我們就想起了 為什麼會有所謂P4實驗室 P4實驗室 為什麼這個是不是 COVID-19就從這邊流出去了 大家都不意外 這是在2019年的時候 蘭州還有出現 生物藥廠外泄這個狀況 因為這一次的廣州 廣州中山大學是中國三甲醫院 等於約莫等於是我們當地來說 等於是我們台大規模的醫院 居然出現所謂的 因為實驗室的誤差 出現人員得了癌症的這個恐 而要講說 這個是中山二院乳腺外科的團隊 竟然多人禮癌 而且這個禮癌剛剛講的 有一個是蘇士成院士 有的是宋兒胃育院士 代表那是非常廣泛的 罹患癌症 對 為什麼會出有這樣的事情 主要原因就是說 有人在網路上面就流傳說 好像這個中山二院 有多名學生集體離癌 離癌之後結果沒想到 等一下他是孫義仙紀念醫院 對 沒錯 事實上這個當地算是非常好的 簡稱中山二院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講 事實上就有人在網路上就開始貼了 就是說你看中山二院的乳腺外科 很多人就得了癌症的狀況 結果就有一個人他自己就貼了 他就貼了 人家當時網路爆料就是說 有一個29歲的女博士叫做黃明 然後9月末的時候肚痛難耐 之前都沒有任何的這個症狀 在中山二院檢查 檢查結果他換了這個胰腺炎 結果等到11月的時候 就變成是胰腺癌 對 而且已經惡化到 轉移到肝臟 那來不及了 生命只剩下幾個月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沒多久之後你看 這就是網路上在流傳的這個狀況 你看 後來他妹妹就自己貼出來了 你看 這是他的這個妹妹就說 我姐已經有人發了 我就自己把她講出來 她說我姐也是受離癌的那一個 什麼 而且那目前為止 連微博她都發不出 也就是說她不但得了癌症 她現在微博 她老姐的微博已經被禁止了 就是你不能夠講話 而且在實驗室 被瘋了 對 實驗室已經拆掉了 然後她這個妹妹為了取信 她還PO出她姐的病理報告 確定她真的已經得了癌症 而且是癌症末期 都轉移到肝臟的一個狀況了 不是 這也太誇張的是 你說連夜 剛剛講的網路連夜升級 幹嘛連夜升級 就是完全的控制 控制了以後 這個實驗室就把它拆掉了 對 我們現在講 這個中山醫院來說 中山大學醫院來說 成立在什麼 1835年 它是中國第一家西醫醫院 西醫的醫院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醫院 在當地來說的話 它癌症 各式各樣 你看就是還有 還有孫中山 孫義仙的這個照片 所以它是個非常老牌的醫院 而且它是中國非常重要的什麼 癌症的多科的診療師的四點醫院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好的醫院 結果沒想到這麼好的醫院 居然沒多久之後 爆發這些事件 而且爆發這個事件 你要去問說 這個學校說相關的人不知道之後 結果沒想到 他們今天在做一個事情 什麼事 就是他現在已經把研究室拆掉了 拆了全部都拆掉 然後拆掉的時候 他們就說 等一下 導播看 對 這個板子 對 這就是這個實驗室裡面的隔階 這個板子全部都要拆掉了 被拆掉 然後之後拆掉之後 就是之前有得到癌症這些 然後就說 為什麼你們要這個來做這些 把研究室拆掉 他說沒有 我們只是做那個例行的消防的這個 這個相關設備的更新 結果沒想到在這個時候 就把整個實驗室拆掉了 所以 你現在實驗室拆掉 你還不能亂講話 當然不能亂講話 你看 我就講嘛 事實上這主要原因 這一次就是疑似是這一位 叫書姓的這個 這個主任 主任醫生 他下面領導的團隊裡面有 非常多人的 離了這個癌症 那你知道 那原本我們講 有一個這個樂樂的 後來有他就說 他把他姐姐的這個相 就網路上就把他姐姐的 這個相關的都PO出來 所以確定說 他真的已經得了這個病 然後得了這個病之後 而且我就講 這些目前為止得病的人 都不能夠在網路上說話 也就是說 不但官方否認有這件事情 而且目前為止 這些所有離癌的人 完全都不能夠講 不能夠講話的一個狀況 而且 而且他這些學生 不是說什麼大學部的學生 都是博士班的學生 因為沒錯 然後就有人在說 這個中山二院的這個 這個他就是書信的導師 他有多名學生 然後很多都是博士 結果沒想到 集體罹患上罕見的這個癌症 然後今年的乳癌那邊 有六個學生離癌 還有人是胰臟癌的這個 這個轉移 還有另外消息稱 三個博士 一個博士後 都小於三歲 全部都是罕見的癌症 所以顯然有 非常多人得了癌症 那為什麼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每年中國新增 大概470萬的這個癌症病人 罹患病症 病症大概0.33 這沒想到呢 這有三百 兩百多名的研究生 以致目前就有三個人得了癌症 這比例也太高 所以就有人質疑說 到底是什麼樣 難道是什麼 世紀外泄 還是什麼樣的一個 長期的這個汙染 造成他們集體得癌症的 一個恐慌啊 好 那現在 當這個消息出來以後 很多人就開始PO了 或是我們才慢慢知道說 中國的實驗室 也太鬆散了吧 對 我們現在來說 慢慢揭開 整個中國實驗室 恐怖的這個真相 什麼叫恐怖真相 有一個在攻讀博士 不是在中山大學 他就說 我們記得還是碩士生的時候 這個老師交給我們的所有 就老師做完沒多久 就由學姐帶 那學姐完全沒有什麼防範措施 這停留只有戴手套 還有口罩 他說那些是什麼東西 他完全不知道 結果後來他才知道說 原來是二甲本 保證你知道二甲本是什麼 二甲本是聞久之後 你會得癌症 你會罹患血癌 他說他完全都不知道 就居然是這個樣子 所以也沒有人告訴他裡面有什麼 我裡面我只有戴口罩 我只有戴手套 我一個人就在裡面弄 他說我操作兩個小時之後 我頭痛到飯都吃不下去 而且你知道二甲本來說的話 你要有通風的裝置 實驗室裡面不能夠讓二甲本 在這裡面弄 就要審然他就說 我根本沒有什麼通風設備 我們就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導播你看這張圖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圖 也等於說 這個我要有一個面罩 面罩裡面剛剛講的 我也有一個負壓 等於說這邊有一個通風口 我這個地方不會接觸到 裡面還有通風設備 他說沒有 照理講你用二甲本 要有像這樣的人 他這樣的裝備 他沒有 我只有一個手套 我只有一個口罩 其他我什麼都沒有 對 甚至還說 我現在才知道 這個沈蘭說了 我現在才知道 我們做了很多實驗室 是要在P4 P2實驗室 剛才根本就不是P2實驗室 就是一般我們的教室 就這樣操作 所以現在就有人把 2019年在蘭州的時候 當時也有一個實驗室 他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哺乳氏菌 這個地方 反正你這些所有的病菌 你出去通風口 你要經過消毒 經過處理 還有沒有 實驗室裡面 我做的任何病菌 任何事情 我就直接排出去 排出去以後 蘭州周邊 這個實驗室周邊 竟然有三千多人染病 黃姐他們當時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蘭州附近來說 有三千多人得了 叫懶汗病 懶汗病 為什麼精神不濟 然後覺得全身軟軟 軟爛的 這樣的感覺 原來是這樣 蘭州這邊有一個共識 叫懶州生物藥廠 懶州生物藥廠來說的話 他們有用什麼 他們有在研究所謂 布魯士菌 布魯士菌就是這次 導致這個所謂懶汗病的人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們要把它消毒完 才能夠把這個氣體排出去 結果沒想到 他們消毒的時候 用了過期的消毒劑 過期的消毒劑 那消毒劑沒辦法消毒 他們不管 就把它排出去 結果沒想到 大批的人就沒有 接受到說 這個廢機到底怎麼樣 結果完全都被感染 所以你看 當時有非常多排隊 去看醫生的這個狀況 他這個症狀很可怕的是 你會關節疼痛 你會發燒 你會異常疲勞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研究室的小老鼠開始生病 然後呢 女性分娩不斷地產生這個死胎 更誇張什麼 你完全的肌肉無力 你長期處在發燒的狀況下 嚴重著 你還會發生了肢體殘障 對你看 他會侵襲什麼 生殖系統 還有關節 然後還有嚴重會殘疾 但是 中國不管了 反正這六千六百個人 你幸運好的話 你就沒有生病 一千五百塊 對 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幸生病 不好意思 我們也只能夠賠你一千五百塊 而且他就說 這是偶發意外 所以大家事實上 中國大陸的這個研究室 就亂成這個樣子 還有更誇張是什麼 最近有一個公司叫 上海陸家族的金融公司 他就直接說 我有一批地 目前為止完全不能夠蓋 而且這就是這些 他目前為止 在這個綠岸上面來說話 他有兩千八百套的房子 都不能夠賣 然後幾百億的這個區域 綠岸的項目 目前都不能夠住 為什麼不能夠住 因為你進去裡面來說 寶姐你知道 你會先看到這個 警告 他就說 你要進去這個社區警告 然後嚴峻入內 未經許可的話 本地存在有污染的風險 警告 結果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沒想到 這一塊地上面 過去有工業為了 他根本沒有查 這裡面到底有什麼呢 一個叫做本化皮 一個叫做 一個叫奈 本化皮是什麼呢 寶姐 是 這個國際衛生組織 把它列為叫一級致癌物 它土地上面 有一級致癌物 然後這個奈也是一級致癌物 兩種一級致癌物 居然在這裡面 那你還去蓋房子了 蓋了房子 而且都蓋完了 而且當初 破壞什麼就過了 所以到時候 事實上中國可能 很多 你說這一塊地 是被污染的 而且這一塊地 是一級致癌物 結果你居然 還讓人家去蓋房子 蓋好了才知道不對了 對 蓋好之後 有人要住進去的時候 不行 有人看到 有人檢驗出 這裡面可能存在問題之後 陸家也發現到 這個問題嚴重了 結果沒想到 都已經蓋完 才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連研究室也能出包 然後你看這個土地 也能夠出這麼大的問題 你知道中國的 這個生物科技相關的防範 真的是有點太不小心了 玉鳳 看到這個新聞以後 全世界都非常驚訝 怎麼可能說 一個三甲醫院 一個中國這麼重要的實驗室 居然出現了一個 集體來的狀況 完全無法解釋 再看到說 原來在中國實驗室裡面 你沒有按照SOP 原來你的管制 這麼樣的粗糙 更有人提出說 現在中國最可怕的是 你進口了很多野生動物 是要做實驗的 真的這麼可怕嗎 對 我們來講一下 在全世界的黑市交易裡面 第一個走失最大的一個金額 就是軍火 因為有戰爭 然後軍火的單價都很高 第二個是毒品 因為毒品的量非常的大 但其實第三個 就是野生動物 而且是活的 是失貨市場 野生動物的交易市場 這麼大 對 野生動物的交易市場 他們講說這個東西 是第三名 僅至於軍火跟毒品 也是第三大的一個走失行業 每年走失的金額是500億美元 而且這個東西 保潔哥他是活的 他講的是失貨市場 是你要活生生用活地來運送的 跟我們以前印象中 你要什麼珍稀的一些藥材 你要犀牛角那些非法東西 那堆都是乾貨 現在來講最可怕的是 你要活生生的把這些野生動物 你根本沒有檢疫過 你根本不知道它的來源 你只是要活生生的把它轉過去 那轉去哪裡呢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香港 香港是一個中介站 全世界這個所謂的走失野生動物 有高達1.6兆台幣這麼多 對 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主要就是透過香港來走 然後香港你會進到中國大陸裡面 或是會到其他的日本的一個地方 好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密袋物跟這個水踏 以前是不會當成寵物的 水踏就是在水裡面 在溪裡面 你怎麼現在變成寵物了呢 所以你說現在越珍惜的動物 越可能變成了這個寵物 而這個越珍惜的 你越搞不清楚 牠身上到底有什麼疾病 而且這中間最大的轉運站 竟然是香港 好 我們來講 牠們是怎麼樣來做的 你想想看 你今天在過去來講 IG Instagram上面 你晒你的貓 晒你的狗 你要獲得幾個讚 100個讚都很難吧 可是當你有密袋物 你看牠的眼睛大大的 還有這個小懶猴在吃飯糰 眼睛大大的 然後呢 這個水踏 你丟出來之後呢 你去看他的IG上面 像這個就是他們在吃飯糰 這有幾百萬個讚 你這個東西可以馬上 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流量 有流量之後就可以流量變現 所以很多的網紅 就要養這些東西 這是寵物 對 把它當成寵物 可是呢 像這個東西 日本不少人養 很多家具養寵物 你去哪裡拿這個水踏 你就跟印尼訂 印尼他們的成本是30塊美金 然後呢 周轉到香港之後呢 由香港轉到了日本 這一隻從30塊美金變多少錢 900塊美金 30變900 對 就這樣子變得非常非常多倍 然後呢 就大家拿去 然後最可怕的是說 這東西除了氣氧以外 他們現在中轉站 還喜歡一些很珍奇的東西 譬如說鹿龜 鹿龜其實有一些龜 牠的這些特別的一些品種 全世界可能只剩下1000隻了 你說這個烏龜 對 這烏龜很珍貴 這種珍貴的烏龜 你知道牠們怎麼樣來運送嗎 牠不管牠 牠就是拿一個絲毛巾 把它弄濕之後有沒有 把這個烏龜 直接活體給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呢 丟在行李箱裡面 透過很多的一個層層轉運 就送到了香港去 從香港 你可能送到中國大陸去 再送到其他的地方 你根本不知道 也沒有檢疫 所以呢 很多的病菌 就由這樣子 活體的一個轉送 直接散播出來 難怪美國精 他們就是發了一條新聞 這條新聞就是 實驗室安全堪憂 野生動物交易不絕 下一場 全球的疫情 還是可能來自中國 對 現在來講的話 你這個實驗室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很多實驗室的SOP 根本就沒有做好 然後再加上 現在有很多的一個 野生市場的一個轉賣 在過去來講 你要做這個東西 你可能要很多的安全設施 沒有 它就是直接活體放在這裡 然後呢 很多的情況之下 是裡面的動物 會互相的咬來咬去 最後你想想看 誰會活下來 毒性最強的 最有實力的物盡天者 最要活下來的 恐怕就是最毒的 所以有蛇 有穿三甲 剛剛講到的 有這個所謂的蜜袋舞 有這個所謂的水榻 有這個烏龜 還有剛才講的 這個小小飯糰 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小迷猴真的非常可憐 它是小懶猴 對 一個小懶猴 然後在過去來講 你不會想到說 小懶猴可以當成什麼 當成寵物 這個影片一出去之後呢 大家就知道說 哇 你要獲得讚 可能最好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方式 但是呢 後面的風險非常大 有很多奇奇怪怪 神秘的一些病菌 就這樣子 一層一層就傳的出去 好 董事長 過去你也在醫院工作過 現在在中國來講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醫院 這個真的是三甲醫院嗎 這是一個很好的醫院嗎 連這麼好的醫院都出事了 不 應該要講 中國的三甲醫院 就是我們的醫學中心 它各個系統都有它的優勢 那廣州這個地方上本身 它的財力就比較雄厚 應該講是個非常好的醫院 但這個整個所有 搞到實驗室 會有它的這種使用的這種化學藥品 或是說放射線的物質外洩 而搞到博士生會 會疑犯癌症 這個太離譜了吧 為什麼離譜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他SOP的問題了 因為我是一個博士生 大部分都具有醫師資格 因為你注意看 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他的乳腺癌的外科的團隊 對 所以乳腺癌外科團隊的博士生 都是醫生 就是他的外科團隊裡面的學生 他不然從哪裡來的人 對 所以本身都是醫師 醫師本身對治療 對相關的化學品的防範 對放射物品的防範 你有嘗試啊 他有基本知識 他有專業知識啊 怎麼搞到他自己會得癌症呢 這太離譜了嘛 所以表示說 他們的醫療團隊 跟他的研究團隊的隨便跟輕慢 已經是全面性的你知道吧 因為你要去看看我們台大醫院 看看我們的國防醫學院或長根醫院 他們的也是有學校 跟這個故意合作 有很多的老師跟帶著學生一起做實驗 一起做paper 然後全世界有名 我們台灣的肝癌研究全世界第一名 這麼多的研究的過程當中 太多的可能性 會有互相有交叉 有感染或是會污染的可能性嘛 那這怎麼管你 當然是一個程序上是非常嚴謹的 然後有數量的管理 有盟控的管理 怎麼會有時候博士生會的會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不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 你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他本身就是合格醫師 合格醫師才會去讀博士嘛 結果你本身就要醫人的醫師 將來要操作這些所謂的 跟病人之間的治療 不管是化學治療 或是放射性治療 或其他各種治療嘛 對不對 那都是高毒性的東西啊 那你如果在實驗室都這個樣子 那你在醫院怎麼辦 那就是隨便了嘛 就是隨便嘛 就是變成非常隨便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的 全面性的管理跟整個的 思維的方式的一個 重大的錯誤 好 玉鳳 另外就是 有個太怪異的是 中國居然連續七個人 都跟COVID-19有關 結果在最近這段時間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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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莫名其妙的死亡 對 COVID-19的起源 到底是野生動物 從自然界傳給人 還是從這個P4實驗室傳出來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一個猜測 可是呢 想想看 這個台子上面有七個人 這七個人都是跟COVID-19 息息相關的 然後呢 陸陸續續 一個一個都死掉了 從一開始的時候呢 最早的是趙振東 他是2020年的時候呢 突發疾病 那個時候他才幾歲 53 53年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大概都是四五十歲 都被證直壯年的時候 然後呢 核酸檢驗的一個白小慧 他是一個研究專家 他死的時候也是42歲 也是壯年 然後呢 真兵 好 最可怕 最重要的是這個 曹曉斌 他是科興的 那個時候就是 他們做這個什麼 疫苗的時候 結果突然之間就傳出來 他過世了 過世的時候呢 網路上很多很多的消息 然後科興呢 也不解釋 直接說就死掉了 也沒有解釋 他才45歲 對 他才45歲 而且正值壯年 他馬上也不講說 他的病名或什麼 就直接說好 八寶山的這個殯儀館 就直接發上了 好 再加上吳建國 還有吳尊勇 吳尊勇是誰 他是疾病預防中心 流行病學的首席專家 因為這件事情 為什麼最近又突然被爆出來 很多人開始注意 就是吳建國跟吳尊勇 一個在10月3號 一個在10月27號 突然都發病 而且這兩個都是 非常非常指標性的一個人物 吳建國是武漢大學 COVID-19那個時候 也是從那邊出來的 好 10月3號 發病死亡 前面沒有什麼病死 就突然走掉了 10月3號 突然之間 同月 10月27號 這個是首席專家 吳尊勇 也就突然走了 所以呢很多人在網路上面 把這個東西 一個一個兜起來之後 就覺得說 是不是有什麼神秘的力量 太詭異了 不然怎麼會跟這個關係 跟COVID-19有關係的專家 一個一個死亡 而且這兩位 吳建國跟吳尊勇 這死亡時間這麼相近 什麼病根本沒人知道 就是這樣子走掉了 對不對 我真不可思議是 一開始我們講到的 今天很多包括華爾街市報 華盛頓郵報 全部都報導 真的這家醫院 三家醫院 真的很在實驗室裡面 居然發生這種事情 集體離癌 對 這個中山醫院 其實是非常著名 非常著名的一個醫院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開始 炸鍋在討論這個議題 中國炸鍋了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第一個 這三個已經確認 已經離癌的博士生 他們離的都是罕見癌 而這個罕見癌 基本上三個都不一樣 那你想想看 三個不一樣 而且學校是說 而且醫院也是說 這三個來講的話 都已經現在不在崗位上 就是說 已經離開了這個中山醫院 那請問一下 那現在中山醫院 現在的所有學生當中 竟然沒有發現到有癌症 那到底這三個是怎麼離癌的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那個老師是蘇老師 團隊是一個蘇老師 蘇老師自己本身來講 長期在那邊經營當中 為什麼同樣的研究室 蘇老師沒事 為什麼學生有事 就讓我們非常懷疑一件事情 這三個學生乾脆是不是白老鼠 是不是所謂我們中國大陸 常常講什麼 活體災除等等之類的 或是什麼東西的 白老鼠 是白老鼠的概念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這個癌症研發新藥的時候 會有人去測試這個新藥 但是如果有人要測試這個癌症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冒這個風險 去測試這個癌症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說實驗室是一個不通風的 而且試劑是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現在的所有學生沒有問題 為什麼這三個有問題 那就是三個有問題來講的話 為什麼你的癌症又不通的癌症 然後再來就是說 癌症難道是短時間內 一兩年內你就會形成癌症嗎 通常癌症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時間 那如果你要讓短期實驗 就讓這種白老鼠 或是小老鼠 實驗老鼠 能夠短期去離癌症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強壓注劑 注射到你的身體當中 才有可能會有這種短期當中 離癌的可能性嘛 所以我嚴重懷疑這件事情 這根本就是內部來講 而且你知道這個蘇老師 馬上就把他離癌了 踢出他的群組 趕走了 趕走了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 群聊的一個群組 我都在你的實驗室 我都得了癌症 你不但沒有去關心我 為什麼得了癌症 如果我得了癌症 跟你實驗室有關 你對我也有道義責任 照理講 你應該也要幫我 去進行一些醫療的工作 結果當我反映這些東西的時候 第一個 你把我從群組裡面踢掉 第二個 你把我的微博的賬號給拿掉 第三個 你把實驗室給拆掉 你完全否認這件事 是 就代表說當中是有黑的 是有水很深的 深到我們不知道 到底是為什麼會離這個癌症 是自然因素離這個癌症 還是人為因素離這個癌症 所以就變成說 這個事情是一個羅生門 學校現在全部否認 你說那實驗室在拆 但是那實驗室拆了說 到底拆實驗室 跟他的離癌症 有什麼因果關係 也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在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是實驗室是不通風的 是有問題的 那大家都有 大家都會有啊 怎麼會只有三個而已啊 那就是代表說很奇怪 因為那個團隊是很多的 而且是有兩百多個人 在那邊做實驗的 那如果是曾經兩百多個人 曾經來來去去 兩百多人做實驗 那為什麼其他197個人沒有事情 為什麼就那三個人有事情 所以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裡面有貓膩在裡面的 原因是因為 有可能這當中來講的話 比如說這學生缺錢嘛 然後我就可能有廠商贊助 你什麼樣之類的 然後要中間來講的話 有所謂藥廠或是怎麼樣 交易 來交易的這個概念 所以這當中來講 那為什麼這個醫院也不負責任 這其實讓大家詬病的問題 你一發這事情 然後就撇清的乾乾淨淨的 完全都沒有你的事情 所以就代表說 中國整個這種生物實驗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這個P4的實驗室也好 或是這樣的生物實驗室也好 其實說真的 都沒有一個很嚴謹的一個SOP 如果說你想想看 這個蘇老師如果進到這個實驗室 都可以帶著所有的防護面積 防護功能的話 學生不會跟進嘛 學生在跟進 你可以說學生在那邊 然後全部都不嚴謹來 來做這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代表說這當中來講 可能有一些商業的交易 我們不曉得 不是 剛才講實驗室的問題 很多人都注意到說 中國現在的經濟到底如何 中國經濟有一個儲章 就是雙十一 雙十一以前是中國的狂歡節 可是今年變得非常的安靜 怎麼狂歡節不見了 對 今年中國整個根據統計 他們調查有5到7成的消費者 不願意多買 也就是說 它的買氣沒有往年 還要多 而且少的人是少5到7成 很多人一覺睡醒 才發現昨天是雙十一 少5到7成這麼多 對 所以以前雙十一的話 是滿滿快遞都是處理完 半夜都處理不完 還用亂丟亂砸了 你說以前我的集戰場 我是滿坑滿谷 現在我的集戰場 這是以前的集戰場 現在什麼都沒了 現在空空蕩蕩 而且很多快遞小哥 以為今天會忙得要死 雙十一那天會忙不完 結果閒閒沒事做 待在那邊等工作 都沒有工作 很多上班族是稅行才發現 我昨天沒有買東西 因為根本也沒有錢 今年的雙十一變成一場生存遊戲 大家只是想盡辦法在這有限 因為少了5到7成的消費意願 訂單變少了 只能做什麼 我是最低價 甚至我破盤 所以說中國的經濟 現在變成了生存遊戲 生存遊戲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錢是水 這個錢也是空氣 當你這個水 跟你那個空氣越來越少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要拚命搶 要不然就是 我真的要節約開銷了 你要吸那口氧氣才活得下去 京東商城是一個1萬億 一兆營業額的 竟然為了一個烤箱 鬧出活生本 大家對 到底他雙方怎樣 都不重要 只是他想最後出一個綠市長 告訴別人 我即便又補貼 用折扣 用強迫了 我就是全網最低價 他就是讓大家知道這個印象 可是烤箱的人帶他多少錢 不重要 而是他今年營業額 能夠把訂單搶下來 最重要 不是 你說你京東 這麼大的一個廠商 1萬億 1萬億的廠商 他居然跟一個叫海事公司 賣什麼 賣這個所謂的烤箱 賣烤箱居然就知道 我當時在互相打官司 打官司以後 互相律師喊 律師喊我只要證明一件事情 我真的便宜 對 我的烤箱即便又補貼了 我還是賣299 這個行銷所 那是要告訴大家什麼 全中國網民最便宜的 就是在丁東 如果你最後口袋有 最後剩下的錢要買東西 你就是到京東買 中國今年更嚴重的事情是什麼 怕今年農曆年重新上演 2008年金融大海校 那時候很多老闆做了什麼事 趁著農曆年一個跟員工說 我到廈門去看客戶 另外一個說我回台灣省清 我弟弟還在廈門 結果很多老闆連夜逃跑 把工廠丟在東莞 這是2008年的陳佳兄弟 我那時候還到現場 趁著金融大海校景氣最差的時候 有在農曆年前兩兄弟落跑 留下一百多個員工 沒有領到薪水 所以今年中國又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竟然除夕那個時間不放假 除夕不放假 為什麼 除夕是大年夜 除夕才是真正全家團圓的日子 可是你擔心這些廠商落跑 你擔心大家趁著春節大家回家的時候 你給我跑掉 所以今年除夕不放假 所以今年就變成你台商老闆 或很多外商老闆 或者是中國老闆 你藉口說 我回鄉過年 我弟弟會幫我看 我哪個幹部 可是兩兄弟是分別從不同的路 甚至兩夫妻 一個往東跑一個往西跑 最後怎麼樣 貨款也沒繳 員工也沒處理 工廠就擺在那邊擺浪 回來員工回來之後發現 老闆竟然跑了 跑路了 所以今年中國 就大家在謠傳一件事情 可能農曆年後 雙11不是最恐怖了 而是這個年關根本過不了 所以年關以後很多人會跑路 不然以為說 今年不放除夕 是因為除夕的夕 夕跟習近平非常類似 你不能除夕就是不能除夕 可是你說真正的關鍵不在這裡 對 所以很多工廠在倒閉 甚至現在網路還傳出 連台塑的福星不鏽鋼 今年年底可能要收關 明年六月正式要關門 所以中國的不景氣 不只這個各行業 大家想盡辦法 是剁手剁腳 想辦法就是把身體的機能維持下去